欢迎收看,我是小小师,陪你教数学 先按个暂停 自己写 然后 如果你已经写好了,我们就要开始讲了 那因为前面都讲解过了,这里我就写快一点 这是8的几次是2 3次更号是3分之1次 27的几次是9 先换成3,27换成3是3分之1次,再平方是3分之2次是9 换成3要3分之1次,再平方是9 4分之9的几次是2分之3 先把4分之9开根号 变成3分之2,再倒数 就是2分之3 开根号是2分之1次,倒数是-1次 这是-2分之1 16分之1几次是2根号2,首先2根号2是 根号8 那16分之1呢 稍微难一点,给你们几个辅助 先变2分之1 再变2 再变 根号2 再变 根号8 你中间有一些步骤,如果你可以直接做到,你就可以跳 16分之1变成 2分之1是4分之1次 因为2的4次是16 这是4分之1次,不是除,不是8分之1,是4分之1次,是开4次根号 然后 -1次取倒数,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取到2,那就是-1分之1 然后2直接取根号8是2分之3,因为它会先 2分之1次变根号2,再3次 变成根号8 所以这一整个看起来就是 -8分之3次 可以吗 LOG6 什么是-3,代表6的-3次是这个 那他是 负代表导数哦 他是6的3次 216分之1 8的2分之3次是这个 所以注意哦,他不是3分之2次 如果8分之2次是4,但是他这里是 2分之3次 那2分之1是根号啊 3次,8的3次是512 就是2的9次 所以 2的9次开根号是 这个 16根号2 2分之3的-2分之3次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来看一下 2分之3的 先 先 2分之1次 先2分之1次的话会变成 根号的 对吧 再3次 那就是这上号都3次 所以是根号的 4分之 不对 8分之 27 然后再 负一次啊 刷变成根号的 27分之 8 8 根号的 27分之8 如果计较一点的话要标准化 那这个是 根号27 根号8 因为根号27是 3根号3 根号8是2根号2 上下同乘根号3 所以是9分之2根号6 根号6的 负6次 负号是导数先不理他 6次的话呢 先平方变回6 再3次 6的3次刚才的216 所以这个还是216分之1 黑吗 什么的 负6次是8 所以这个东西是8的 6分之1次 负6分之1次 那现在应该知道了 8的6分之1次是 先3分之1次 变2再开根号 是根号2 负的是导数 所以它是根号2分之1的 就是2分之根号2 什么的4分之1次是 4分之1 所以它是这个的4次 那4的4次 是2的8次 是这个 256 神门的4次是9 所以它是9的4分之1次 根号3 神门的2次是32 所以它是32的2分之1次 这个4 根号2 根号32 神门的4分之1 刚要你背的 有没有背 有背的话 现在念得出来吗 LOG2是 0.3010 LOG3是 0.4771 LOG4是0.8 451 利用这三个 回答这一些 LOG4 是LOG的 2乘2 所以它是 LOG2加 LOG2 同样的道理 LOG8是 LOG2乘2乘2 那么它就是 LOG2加 LOG2 加LOG2 所以在这里你就会发现 其实如果你是 所谓的 2的2次的话 那你这里算出来 就会是 2倍的LOG2 如果你是 2的 3次的话 那你这里算出来 就会是 3倍的LOG2 这的确是一个 LOG的计算规则 但是我们在 这一集不讲 就在高1 还不用 一定要会被 所谓的 帧数的次方 可以拉到前面去乘 LOG AB的N次 它会变成 N倍的 LOG AB 有的老师会教啦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只有在这里会用到 所以我就先不讲 你们 在讲解的时候自己这样子也可以理解 所以 LOG4是两倍 LOG2 LOG8是三倍 LOG2 因为它是三个 三个二乘在一起 就会是三个LOG2加在一起 可以吗 所以 LOG4是 两倍的LOG2是 0.6020 LOG8是 0.9030 LOG5 注意 不是 LOG2加LOG3 LOG 为什么呢 因为LOG2加LOG3 这个我们学的 它是LOG2乘3 LOG2乘3 所以是LOG6 LOG6才是拿这两个加起来的 0.7781 那LOG5呢 LOG5是 这个LOG的二分之十 LOG5 因为5是二分之十嘛 所以它是LOG的二分之十 所以它是LOG10 减掉LOG2 底数是10可以不写 那LOG10是1 所以LOG5是 1-LOG2 如果你 希望回来这里可以复习 更清楚 然后你怕你忘记这个怎么来的 就标在上面 这是2LOG2 这是1-LOG2 这是LOG2 加LOG3 这个是3LOG2 1-LOG2的话是 0.6990 建议这个0要跟着写 因为它其实后面还有东西 我们是 取近式的 所以它不是说反正是 后面没东西的0可以拿掉 LOG1分之1 那这个是 LOG1-LOG2 注意哦 这个是 10要几次是1 所以这个LOG1是0 有没有 我们一开始讲说 不管是底数是什么的话 1都是0 然后 所以它变成0-LOG2 也就是-0.3010 所以 LOG2分之1它就是-LOG2 这也符合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帧数的次方可以拿到前面乘 因为LOG2分之1它可以写成是LOG2 -一次的 那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的LOG2 可以吗 所以它是- 0.3010 同样的道理 LOG 5分之1呢 如果这是5分之1的话 那它就是LOG1-掉LOG5 所以它会变成0-掉LOG5 那就会变成是 负的 LOG5 所以负的0.699 LOG0.3 0.3是 10分之3嘛 所以它是 LOG3-LOG10 所以是0.4771-1 可以吗 那这样子是 0. 5229 LOG3分之5 是LOG5-LOG3 所以是0.699 0-0.4771 2 219 那带你们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更熟悉这几个东西以及知道 大致上看过 LOG23456789 10 10 都分别都是多少这样子 LOG9呢 那根据刚刚的说法 它是LOG3乘3 所以它是LOG3加LOG3 就是 说LOG3平方会是2LOG3 LOG3 加LOG3 所以是这个两倍是0.9541 LOG1.2 那这怎么做 它是5分之6啊 所以 所以拿LOG6减LOG5 拿这个减它 0.0791 LOG35是 LOG的 LOG7乘5 所以是LOG7加LOG5 所以是 这两个相加 845 16 9 9 0 14 4 5 1.5 1.5441 而105则是3乘5乘7 那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我们从这个再去加LOG3就好了 所以我再把它加上 LOG3 0.4771 所以是 2点 0212 那这几个例子里面还 连带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留意到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以10为底的LOG 是10要几次是什么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数字在 1到10之间 那就还不到一次嘛 你会发现 LOG2 LOG3 LOG4 LOG7都是0点多 到LOG9 0.9541 就很接近1了嘛 因为LOG10 10是1嘛 LOG10 是1嘛 所以说如果你是LOG1到9 那就是 这个 数字 帧数越大的 会越靠近1 但是都是0点几 然后到了这里有没有 35 就变1点多了 因为你已经是10的一次了嘛 到了105的时候呢 已经是10的两次以上了嘛 所以就变成2点0多嘛 它是刚好比100多一点点啊 有没有 多一点点 OK 最后 这个问题问你 如果LOG3 2是A的话 那 3的A次会是多少 那如果这两集你都有 认真听课的话 这个问题应该是 非常 马上就答对了 什么叫做 LOG3 2 就是如果3这么多次是2 所以现在3真的就是这么多次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2 可以吗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上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会儿去的 我们下期待会儿的